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身复活的位置就藏在长沙标子敏的写实墓里 而且铁面生已经复活成功了 这记七星母王宫的活尸 则是当年被铁面生带进青铜门 并被洗去记忆的六个人中的其中一个 铁面生通过寄生在自己大脑里的识别王所产下的卵 将自己的记忆全部传递给了这六个人 如果这个拥有铁面生记忆的人 在两千年后复活成功 那就意味着铁面生复活成功了 这种复活的方式和万奴王的复活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他们都是靠着传承记忆的方式复活的 所以这个人也可以说是铁面生 那为什么小哥张启琳 如此的憎恨铁面生呢 这是因为小哥不仅仅是张家的末代族长 而且他还是张家圣婴的替代品 而他人生的悲剧也正是从张家圣婴死亡的时候开始的 我们的小哥正是那个被张家的高层用来替代圣婴的婴儿 张家所拥有的那个圣婴 其实是周穆王长生的计时器 当年周穆王为了长生 曾远征过西王母国 并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长生的方法 并获得到了大量的识别单 周穆王知道他在吃完识别单以后 还需要在御庸里沉睡2000年 他才能从御庸里出来获得永生 于是一个叫铁面生的人 就帮周穆王制作了一个类似计时器的装置 可以让周穆王的御庸 在预定的时间里会自动打开 而这个计时器的原理 就是把一个刚出生 并卫下识别单的婴儿封在了云域里 然后再将这云域装进了一个激光盒里 由于云域和识别单的作用 婴儿的成长会变得极其缓慢 但是随着婴儿慢慢地长大 激光盒上的数字就会发生变化 一直到了2000年后 这个激光盒就会被自动打开 与此同时连接周穆王的棺材 也会自动打开 张家人正是知道了这点 所以才拿走了这个激光盒 并把这个激光盒里的婴儿 当成了自己家族的圣婴 以此作为家族这几千年来 对于长生的信仰 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去 然而最终的结果 当盒子打开的瞬间 盒子里的婴儿却早已死去 而张家的高层为了维持家族 对于长生的信仰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假圣婴事件 而我们的小哥 正是当年那个圣婴的替代品 从而开始了他悲剧的一生 所以归根结底 这件事的始作勇者就是铁面生 如果不是他创造了这个激光盒 小哥也不会被卷入到假圣婴的事件中 所以小哥才会对铁面生 有之如此的深仇大恨 好了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 有喜欢盗墓笔记的观众 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大家如果在盗墓笔记小说里 有不明白的地方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最后也希望 大家能够长按点赞三连来支持一下我的这个频道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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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